台灣總統蔡英文 星期三3月29日晚間 在紐約出席台灣喬包 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 他感謝美國政府對台灣安全的承諾 他表示 台灣有能力 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更有決心守護 我們堅持的價值和生活方式 美國助台協會主席羅森伯格 重申了40多年來 指導美台非正式關係的 美國對台政策 對台軍售 我們感謝美國政府依據 《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 落實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蔡英文說 拜登政府任內 久度宣布對台軍售 我們感謝美國政府依據 《台灣關係法》及 六項保證落實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支持台灣充實自我防衛的能力 你們也都一定會 和其他夥伴 共同全力守護區域和平穩定 台灣總統蔡英文 對400多位歡迎他的台灣喬包說 星期三晚間 蔡英文在距離他下塔的 樂天酒店八個階段 位於哈德遜河邊的玻璃屋酒店 出席台喬為他舉行的宴會 這幾年來台灣讓國際社會看到 我們遇到威脅壓力的時候 我們不挑釁 也都不屈服 台灣指現出自我防衛的意志和決心 以及沉著冷靜控管風險 台灣有能力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更有決心守護我們堅持的價值和生活方式 他的支持獲與會者熱烈掌聲 蔡英文此行正值台灣為數不多的邦交國之一 洪都拉斯斷絕與台北的關係與北京建交 以及台灣國民黨籍前總統馬英九前往大陸訪問 台灣站在世界民主陣線的第一線 台灣人越團結 台灣就會越安全 台灣越安全 世界越安全 我們會與所有的民主夥伴攜手合作 台灣會繼續堅定地走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 蔡英文最後表示 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羅森伯格出席至辭時 重新了美國對台政策 她說 台灣持續不斷的貢獻對美國社會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以及美台關係的穩固性都是自關重要 這些都反映了在美國與台灣的非正式關係中 這種關係四十多年來一直以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 《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布 和六項保證為指導 新澤西州州長匪爾密匪也出席了 宴會並支持 該州在1989年與台灣結為指揮州 蔡英文星期三下週抵達紐約肯尼迪基場 展開為期十天九夜的民主夥伴共榮之旅 紐約是她指行前往台灣邦交國 伊地馬拉和巴利茲過境美國的第一站